所谓的就是说你不管你现在打的怎么样 但是所谓的老一代 当然不是说 Dare Fisher老到老的不是很老了 但是至少是老一代对球队的贡献 你不能得分的机会 连头待发有个三分进攻 Pokassol 有个输 Kobe Bryant 很轻松啊 你不能说 你要等我就不等 这个球Pokassol让了半步 我给你 Kobe 一对三 Kobe说一对三 我可以不打的篮下 我可以选择跳投 包括刚才广告时间跟小巷聊起来 就说包括现在的Kevin Garnett 都好像是没有了伤之前的那种威力 对我觉得最主要受伤 三分球Nick Robinson 所以可以看到分数方面来讲 牛任林克还是咬得很近 他的得分能绝对我们讲说 他得分不在话下 问题是在他失分的问题 他一直没办法解决 看来 现在这一个 现在就差一个 如果现在差一个 这个高度就很可怕 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高度 不要紧 把眼中无人进去再投 还是没进 这Larry Hughes 这两次出手 好像在练习投篮一样 哦哦麻烦 麻烦 因为你这一回头一看 确实都打出了一波6比0 马上又反超了对手5分 所以距离上半场结束 还有2分12秒 古人暂时40度呢 是缩小到落后2分 然后甚至还反超了1分 当然如果大家想知道 再提醒给观众朋友 就是雅虎奇摸运动频道上的 查询就可以知道 我们且像Coby这种的 Larry Hughes不想让他空手呢 那就变成了 又拉又扯又拽 都用棋了 结果那就犯规了 过来协防 这边的是吹了一个 防守3秒 我们也再看刚刚等一下 那 太漂亮了 去重心以外呢 他还有多一步 能够让他去做个探球的动作 这个我们说的 脚步的重要以外呢 你的重心的一个很头痛 你到底要不要帮忙 你不帮忙接着球 他一对一单打 帮忙Coby回球 这一个位置一站的时候 很头痛 打到篮下去 你感觉到好像防盗了 这个好像是 应该是 Jeffrey先跳起来的 Jeffrey这脚才撤出来 但是还是被缺 但是回头就被Coby 他命中里就有三成三 面对胡恩队这种 还没有真真正正 用到了很强的防守了 他们就现在打了三节比赛 只得52分 Coby很轻松 78比59 Coby 后一时间 和比赛时间是17.5秒 换句话说就差了0.5秒左右 他又是一个后扬 命中率高 相对的给予对方一个防守上的压力 是蛮大的 不然就是Coby在面对对方的包夹的一个防守情况下 甚至在底线的切入的动作 也希望能够去挑衅 或是羞辱对方的球员 就是想跟你斗嘴 如果回想一下 就是有些时候 当然这些名言才能买得起这个门票 Coby 这球传的票 再看这一下 上来要位 你看 他顺势往前 顺着这个自己的身体一飘 等于好像是一个